加拿大政府从1970年代重新引入海榻以来 对贝类捕捞业造成巨大影响 大量海榻几乎吃光了渔民赖以为生的贝类 不过有研究显示 海榻带来的经济效益远高以损失 估计利润是贝类捕捞损失的七倍之多 海榻的主食为无脊椎动物 如螃蟹 蛤蜊 海胆等等 它们每天都会消耗掉四分之一的体重 因此食量相当可观 当初加拿大政府重新引入水榻时 并未征求当地居民以及原住民的意见 因而导致当地渔业重挫 但研究表示水榻的回归 并不只造成表面看来的生态与经济冲突 同时也对生态系带来正面影响 水榻大量食用占据过多海床面积的海胆 海胆减少之后藻类的面积增加了20倍 而藻类又能提供废鱼等多种鱼类保护性基地 最终又使鱼移民受益 此外大型藻类能够将二氧化碳 以各种形态储存 进而减少海洋酸化与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 还有可爱的海胆本身 也带来不少观光效益 专家指出当重新引入原生略实性物种之后 应该要对整个生态系做评估分析 而非只将鱼木叶的损失作为唯一的评断标准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